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其实我跟您认识蛮长的时间了 每一次我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给我一个 每一次都是这种激情澎湃 我觉得不管你到了哪个年龄 但是总有那种赤子之心 然后呢 讲到参政的时候 你特别的有热忱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 我觉得在湾区 在旧金山湾区 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商业领袖吧 你对于参政 为什么这么多年有这样的热忱 那么你是在1987年来到美国的 当时你来的时候是先开始做了什么 我开始是做建材 就是从销售到开店到批发 然后开要起家连锁店这样子 然后做一个小型黄地厂 我知道你其实涉足了蛮多行业的 所以可以说在商业上面 你有一些独到的眼光 你可以看到一个商业的趋势 或者一些商业的机会 同时呢 你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呢 帮助就是候选人竞选 那么我在听你讲这候选人竞选的时候 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呢 就是大家如果在黑暗中的时候 不必等待聚火 先要点燃烛光 照亮这个黑暗 我觉得这个话放在你身上 特别的合适 你在96年的时候 那时候帮助就是总统克林顿 在美西的一个筹款竞选开始 当时怎么样的机缘 怎么开始参与这事的呢 当时是有几位朋友 邀请我去参加帮忙 希望Bewkenton做得很好 然后过来美西希望我们去 但我看过他的过去的历史政绩 也确实做得不错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参加支持他 大概是这样的 从这时候开始的支持 Bill Clinton和高尔竞选总统副总统 当然他们最后当选了 那再下来呢 你支持过这个州长 Willie Brown 也是旧金山市长 然后另外一位呢 也是旧金山市长到州长 就是Garvan Newsom 然后另外呢 就是旧金山的市长 李孟贤 还有呢 邱幸福加州众议员 还有薇善高 Scott Winner 旧金山市议员 加州的参议员等等 到现在呢 现在就是当选的 另外一位旧金山市长 就是London Braid 这位就是 我觉得黑人女性啊 其实一路发现 我发现你每次选择的 支持的人 最后多数人当选了 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说他们能够当选呢 还是因为说 他们在你支持下当选了呢 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 支持下当选 我觉得他们本身 有综合性的数字 他们有胜选的条件 那你是因为看到 他能胜选才支持他们 那也不是 就是 那你会怎么选择 我选他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们的 了解他们的综合过去 包括他们以前的政绩 他们的愿景 他们的 Leadership 就是他们的领导力 各方面综合去评估 包括一个 就是面对面的沟通 就是我们跟他 有时候私下会有些沟通 然后自己做一些判断的 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吗 这个我在美国参加投票 大概投了 我觉得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吧 我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投票 我都是看人家投谁 我就投谁 直到近几年 我才认真地去看 每一个候选人 他的背景啊 包括他的价值观啊 他是怎么想的 但这个要花非常非常大的时间 和精力去做这个事 而对于你来说的话 你有时候是亲自参与去助选 那么你要去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的话 我觉得 他是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的 通常来讲 我觉得可能跟你自己的 这个想法 价值观是比较一致的 那你觉得你比较看重的价值观 是什么呢 看重的价值观 当然就是说 他们这些做政治领导人的话 我觉得他们首先有个比较为公 就是有一个无私 他要真正花很多时间来为公服 不是说为了很自私的一个心态 每个人出来竞选都说 我为了community 都是说为公 那怎么判断呢 你可以看过他的history 看过他以前做得怎么样 然后就是 不是他只是他说 你要看他怎么做 你现在像你支持过的 这些候选人里面 你觉得在这里面 哪一个是比较符合你的价值观 比较为公的呢 我觉得 当然maybe他们都是 但是哪一个你觉得是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现在目前按照近期来讲吧 我觉得Scott Winner 现在的加州参议员 他确实这个人不错 当然不是说我百分之百赞成他的政治观点 因为比如说我就是我其实我个人很大麻的 他支持大麻 对不对 他做一些 但是呢 从一个总体来讲 他当了几年的参议员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提案 各方面我觉得他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呢 我们去年支持的军事长市长London Break 短短这一年他也 非常有领导力 做了很多 已经净差了很多力量 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这是这两位近期的 因为你说得太远 你就太远了 我觉得这两位还是 比较符合我们当初的 支持他的一个愿景吧 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 对反对这个大麻这件事 因为大麻合法化呢 是在当时的华人市长李孟贤的时代 通过的这样一个法案 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可能也在反对啊 但是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通过 而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这个法案呢 对 首先因为在整个加州大麻先合法化 那合法化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 很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 是没有去太知道的情况下 突然间就合法了 因为我们很多华裔都是政治冷感 觉得哎呀 这是这是不是我的事情 我就家里自己的事情弄好 我的工作过好 我的生意做好 但其实不是 当你发现说 很多政治的事情是影响到你的 社区影响到你的子女的未来 其实大家都需要出来投票 出来了解他的 这个政治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他是通过立法 首先要通过选民 有人去说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 然后他们一些议员去说说以后 又再来变成一个提案 提案通过很多关口 听证会 然后再来变成一个 最后投票变成一个法律 其实这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提案 那我们都已经说服了 那整个加州的合法化之后 就说你们每一个城市 自己去顶你们自己的法律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嘛 那旧金山这一块 因为当时的情况下 很多人是赞成 也有很多人反对 分成很大两派 那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那当时的李牧贤市长 是在2017年11月27号 他签了大马合法法 而且他委任的市议员 第八区的议员 那个是下台了 他推出来的法案 所以当时我是很生气的 就说从个人的渠道 跟公开其他 我都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签了 变成一个法律 那现在只能 旧金山市的 宪政的市长 他只能是去 follow 就是说他怎么去管理 因为已经是变成一个法律了 这个变成一个法律呢 他当然当时在 通过这个立法 有他的原因啊 就是说呢 有读到的说 这个可以让治病 可以让一些人的这个 得到医治 另外一方面 就让大家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自由 可以去选择 那你坚决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会想到 你想到有什么样的 我从来不反对 治病的 就是医药的用途 比如说医生开了 然后你自己可以用 这个是解除病痛的 我坚决反对是娱乐大麻 就是说 作为一种毒品 其实你知道 带我们从亚洲过来 都知道 甚至一个毒品 中国为什么 还有一个亚片战争的 战争变成一个战争的 就是说 其实吸了大麻的人 他会精神不清醒 开车会可能会 比喝醉酒还厉害 他会让一个人 可能我 我听说的 因为我从来也自己没试过 我不知道 就是说 他会让你的 精神 一些某些细胞会死掉 会让你出现幻觉 所以是个害者 而且他有 瘾的 就是说 你吃了之后 你不吃 你就受不了 那比抽烟还 那你现在都 烟都不能戳了 你为什么 要让大麻合法呢 对不对 我们就到处都是 no smoking 都是不能抽烟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不可理解的 而且会影响到 我们的下一代 更多的年轻人 或者一些 还没有一个 特别的清醒的判断 和能够自控能力的这些 对 没错 其实我可以发现说 你对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你认定了 你会非常的坚持 非常的执着 一直往前走 但也像你说的 但很多人尤其是华裔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投票这事儿 我们也不能改变什么 而且说到底谁当政了 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觉得说 这个非常重要 我是 过去 因为以前都是零零定定的 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 有时候有听朋友讲说 这个不错 那个不错 后来 其实也是这个大麻 的事情 令到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大麻 现在还有枪支 还有 包括 什么950块 加到950块 以下的小偷 打 抢劫 不起诉 这些都是 非常可笑的法案 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它被立法了 它就通过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在不知不觉下 就立法通过了呢 其实 这一点 就是 有 有很多 经常去投票的人 他们 他们有些族群 他们的需要 就像现在的 无家可归者 其实我们的统计 百分之六十是 有事人种 不是说我们歧视 这是统计的数字 然后很多人都是吸毒的 他们这些人 他会去抢 他没钱去买毒品 他会去抢 抢了他不会抢很多钱 那他们的族群 他也有人去为他们说话 也有这些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投票 我们不去投票 你实际上是也是 就是潮州的 就是很多来自潮州的人里面 你也算是潮商 潮商 潮商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 大家觉得说 潮州这些人出来以后 他们有勇气 然后敢打敢拼 而且非常有生意的头脑 你觉得在美国的潮商 尤其在旧金山湾区 这一带潮商 你感觉到说 你们代表了一种 什么样的精神 潮商人 因为你从历史 我们家乡是人多地少 所以大部分移民 在海外的人 我估计大概有两千万 最多是在东南亚 来美国的 或者在欧洲的 少也少一点 但是在湾区 潮商做得很成功的人 很多 不少 这边的大部分的超市 包括食品批发 包括花旗生 像太子涵 许氏其实都是潮商 包括有一些银行家 证券的 其实还有很多专家学者 教授 博士 尤其沃格尼亚 Stanford 都要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族群 我总结来讲 应该潮商可能会 比较吃苦 比较勤力 吃苦 吃苦耐劳 这是可以说是 全体中华人民的美德 我参加过你的 大概两三次的活动 我都发现说 潮商他们很团结 能够把人都聚在一起 我觉得你也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意愿 愿意去做这样一些事 但每一次我都看到说 聚集了许多的人 当然不只是潮商了 还有社区的很多的人 你是怎么样能够 把大家聚在一起呢 你觉得这里面最关键是 我个人是比较open-minded 我是比较 因为我们来美国 就像我刚才说的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国家 大家和平相处 我的朋友圈子 其实潮商比例并不多 山东人 上海人 北京人 什么白人 黑人 犹太人 都要 就像你说 你参加我们活动很多 我个人绝对不会说 我一定是交潮商 因为第一潮商人 本身在美国很少 湾区也很少 其实比例来讲 我们是少数民族 你觉得把大家聚在一起 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有胸怀 因为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他都有 他的优点和缺点 大部分的人就说 你尽量去看对方的优点 少看人家的缺点 这是我的看法 尽量看别人的优点 少看对方的缺点 那你会不会看你自己的缺点呢 我自己有很多缺点 比如呢 我做事很急 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去做的话 我会排得很急 然后我应该某时间之内完成 然后要急起来的话 就会口气不好 或者说生气之类 这是我的缺点 我可能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激情 激情会变成 你会说 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又非常忙 然后我在军事参观区 时间很少 所以就会比较急 也可以说 因为得罪人 容易得罪人 你会得罪什么样的人呢 那得罪的人肯定不少 为什么呢 就算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支持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对手 支持他的政治对手的 后面的人肯定会对我不高兴 其实我们私下也 其实应该没有什么 但是 你是一派的人 你支持某一个政治人物 对方支持某一个人物 就像你去年 我们支持London Brink 那对方有人支持Marlano 或者支持Jan Kim 那他后面的人肯定当我是 起码是暂时的敌人吧 为什么一定要选边站呢 那没办法 那你只能支持 你不可能说 我又支持他A 又支持B 那不可能的嘛 这是impossible 不可以 其实我在想 就是说 以你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有这种 对政治的热忱 或者对这种选民的这种 就是公民意识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出来选一个 什么样的职位 因为你有这么多想法 这么多愿景 为什么不自己去实现呢 我个人 其实我是从来不喜欢政治 我是喜欢 你不喜欢政治 但是喜欢帮助政治人物参选 对 因为我客人喜欢 很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是我除了工作 做生意 我要去这里 去打耳球 这里去运动 这里去留 我已经过惯这种自由几十年来 从二十几岁创业 自己去做老板 自己就喜欢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会去打工 就是说 已经习惯了 你政治人物 你要很多的限制 哪怕你现在做了这个四党 你不可能随便说我要去旅游 就去旅游 我要随便去哪里 你那也不可以了 你当个医员也不可以了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 因为我生活习惯 我个人属于那种自由自在的人 我不是不可能 就是不太愿意被别人约束的这样一个人 对 但你觉得你在美国 你觉得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真正的自由就是说 这个话是很有直觉的 就是说真正的自由一个人 其实如果你说真正的自由 我从香港的时候 我那时候自己创业 做工厂 开工厂的时候 已经是很自由 就是说自己想 喜欢做什么事 就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本身又有自律 你本身又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然后你还要去 当你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你会回馈一些市区社会 回馈当然有多种 你可以帮一些人取成功 你可以创造社会的就业 多一点就业 你可以拳递一些东西方的交流 文化交流 我觉得够方便 你可以选择 当你有很充分自由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但你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我对自由的理解是这样 我觉得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说 你能有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能够控制你自己 能够管理好你自己 那么别人就不用控制你了 所以真正的自由 是完全在自律的前提下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但是像你说的 就是说 我觉得咱们俩讲的是一样的 当你自己在完全能够去 就是把自己管理好的情况下 自己成功以后 那么你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是有一定的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种感觉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 那你作为一个在美国 你是从87年来 美国到现在已经都30多年的时间了 32年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这30多年走过的路 你的下一代一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你希望他们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 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和环境呢 现在最近你都知道 过去这几年美国的种族冲突 包括宗教冲突 在全美国就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那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旧金山 或者是洛杉矶纽纽约的块 还稍微好一点 我看整个美国来讲 就是说要赖以我们这些移民人 或者当地人 大家去多一点交流 沟通 大家多一些互相尊重 也就是说 我都是有点担心 确实我们要做多一点事情 最担心的是什么 现在美国有一个 某些政客 他是为了政治的因素 他挑起了一个种族歧视 就是说我们亚洲人吧 不单是华裔 美国是抢饭碗 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好 然后好像就是 从经济上文化侵略了 这点是非常不好的赵头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花多点时间 未来的五年十年 我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 去做什么呢 做一方面就是多一点的去 去沟通 不同的族裔沟通 包括其实现在我非常尊重 你们电视台 就说刚才我也知道 你们穿了十年 不容易 就说你们这个平台 也可以更加做多一点事情 架流一个社区 不同的族裔的一个 communication 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今天来拜访你的 其中一个原因 这一方面你们做得很好 谢谢你 做得很好 我们就多去让人家了解我们 我们来美国不是去抢饭碗 我们是为了大家共同一个目标 去追求一个人生的梦想 人生梦想就是安家乐业 大家都和平共处 没有太多的主意 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 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善良的 都是原地都是希望有一个很好 更好的生活 给子女一个更好的社区环境 教育环境 一代一代 这是我觉得大家都是 共同的愿望 这是我们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让大家更应该互相了解 而不是说我们来这些墙是什么 或者我强迫我的意思给你是什么 这点美国本身 因为我们来这里 是我们本身做得好 你看我们究竟在 市政府每一年的生期 都非常注重我们 穿我们的女士 穿我们的旗袍 穿我们的衣服 然后还用我们的影院 来跟我们问话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人家尊重我们 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我们不要 首先去自己觉得说 我们高人一等 或者我们低人一等 其实没有的 我们要有平常心 其实我觉得你看 从美国过去 一个种族歧视 和华人被歧视的时代 到现在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我觉得像您一样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和热血 然后愿意去 把我们自己打开我们的心扉 然后去沟通 让人家了解我们的文化 究竟是什么 然后到现在 赢得的这种尊重和信任 但你有没有觉得 在这个时代有一点 美国有点像 走倒退的这种感觉 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 就是我们 某些的政客 就说你说他真的领袖 真的人物 我觉得 就是为了他的位置选票 个人的目的 对 个人的目的 他就是挑起了这种 种族的纷争 纷争 然后他达到说 我就一派人 然后他是为了私利 所以这种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更加要 大家多点人出来 然后用我们投票 我们的票的力量 去影响政治 因为美国是 一人一票选 从市长 议员 总统 州长 都是基本上是 一人一票的 这票是很有利的 黑人在美国 可以选一个 那个奥巴马 出来当总统 就你知道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许有一天 我怀疑也会出现 一个美国总统 未来三十年到五十年 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说 三十年到五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呢 因为你从美国 整个国家的 因为你要选总统 他是整个国家 五十几个州的 你要让人家 理解你 了解你 It's a long way to go 很长一条路 所以呢 就是说 你要让人家 知道你的政见 你要让人家 了解你这个族群 我们做的 依然不够 而且就是 我们华裔 有一个 我们中国五千年来的 叫所谓文化传统 文明也好 就是说 做官的人 就像我们美国来讲 我们旧经商来讲 我们有些华人 当了议员 当了官 他就变子了 本来是一个好人 变坏人 为什么会呢 这我不清楚 因为毕竟他 就算他美国出生 他有略根性 还是怎么样 他就是本来是一个 好好一个人 他经不起利诱 经不起诱惑 诱惑 他就变子了 这我也不想说是谁 我历史会有记载 就说 这就很可怕的事情 他就觉得 我做官 我高人一等了 我很厉害了 所以呢 这是自己 给自己难看 他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 但也让别人看低你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也没有功德心 是这样一个情形 就是说 所以呢 就未来 华人要当到 我们居高 现在你知道那个 骆家辉做到部长 美国商业部长 对 中国的这个大使 大使 他也是当过州长 也是自己竞选起来的 就说已经从 民选官 骆家辉就做到最高 对 那网上再到 国务卿或者副总理 还有赵小兰 赵小兰是被委任的 他不是竞选的 他不是竞选 对 所以呢 赵小兰 他只是一个形象 他只是 被委任 自己出来 打拼的竞选的 最高的还是骆家辉 所以 我们未来要出现 总统委副总统 或者是国务卿 这个角色 我觉得 二三十年之内 是很难的 我们还需要 很多努力 三十年之后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是再后一代 孙子白一代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 我们就说 就也是 底配合我们 现在这一代人 第一代移民的人 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 提到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我们 其实这 前人重述后面 成年 就是说 我们如果 这一代人 没有去做更好的事情 那就 下一代 或者更 后面 那就 不堪思想 林志斯先生 也是一个 就是在美国 我比较敬佩的企业家 因为他不只是说 自己做好了 自己的企业 但是他心里 装着很多的事 尤其是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共同理念 就是说呢 我们在华人 在美国 我们这样的一个面孔 我们代表的是一个民族 代表一种文化 那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 这些都是要 就真的不断去思考 需要 也许像他说的 这样 几代人 不断地付出努力 最后呢 才能够去实现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呢 不只是说 你今天做好了 你自己的生意 或者你自己只是 过得好 你有一个很好的职业 但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 关心政治 参与政治 支持呢 我们信得过的 能够代表大家 利益的候选人 这样的话 才能不断地提升 我们华人 在美国的这个位置 所以再回到 就是鲁迅先生的 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在黑暗中呢 不必等待聚火 你只要点燃一盏蜡烛 那么更多的人 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 就会照亮黑暗 照亮这个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谢谢您 也谢谢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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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